无论是否因应节能减碳的风潮 骑单车俨然成了时下最夯的休闲运动 骑自行车的人口大幅成长 车体的结构设计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自行车都是两轮的吗 自行车研发专家发现在所有的运输工具当中 两个轮子的机械装置其实最稳定而且最有效率 因为自行车设计的时候是把前进的动力放在后轮 所以整个车体的重心要落在前轮的位置 才能达到省力的功效 但若是要提升车体的稳定性 我们可以从设计上称为trail的角度来控制 所以这个头管的角度越倾斜 它经过中心点的延长线就越远 越远到这个中心点这一段距离 就是提供车子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也就是说前车轮支架延伸的直线 和车轮轴心垂直地面延伸的直线 距离越长车体的稳定性就越好 但却不灵活 相反的距离越短车体的稳定性就越差 却比较灵活 此外还有一个设计也可以提升自行车的稳定性 那就是隐藏在车体角落的小工程避震器 避震器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的后轮 你的前轮一直不断地贴合在地面上 跟着路面一起不断地波动 实际上避震器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要提高 骑乘的舒适度 而是要让车子不管行驶在什么路段 都能让轮子一直保持和路面的接触 使轮胎和地面的速度不会差异太大 借此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 达到稳定驾乘的目的 除了掌握这些严浅益深的设计要点之外 别忘了在骑乘前做好暖身运动 才能让你的单车自由行充分运动没有伤害